第38题 以物体静置在离地面高度为H处 若定地面的重力位能为0 此时物体具有重力位能为U 如右图所示 当其沿光滑轨道滑下 到达哪一点时 其重力位能和动能的大小比为1比3 那我们的重力位能为U 那么计算方式是MGH 那同样一个东西质量一样 我们的重力加速也一样 所以我们就用高度H来表示 这里的H就是这个大H 所以我们就用大H来表示我们的重力位能 那么如果高度越高重力位能就越大 那么高度越低重力位能就会越小 那么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紧受重力作用 会遵守力学能守恒 也就是动能加位能会等于定值 也就是我们的位能加上我们的动能 任何时候都会等于我们一开始的位能H 那么现在题目说 要让我的位能跟动能的比是1比3 所以这边有一个X的位能 还有一个3X的动能 加起来要等于H 我们发现X就等于4分之H 也就是我们就有4分之1的 我们的原来的位能 也就是高度要变成4分之1 因为我们的算式是MGH 是跟高度有关 那么高度要降到4分之1的时候 就涂上的C点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 到达哪一点时 其重力位能和动能的大小比为1比3 我们答案选的是C C点